别人都重男轻 他偏偏是个女儿迷 看见两个儿子就头疼 忍不住自行脑补一番 扎着辫子的小姑娘 看得老莫心花怒放 可惜这只是他的幻觉 老莫只能深叹一口气 老莫想要女儿 唐二婶就想要儿子 可偏偏就是一连生了六个女儿 老莫帮忙上门去劝说 爱不释手地抱起唐二婶的女儿 二婶 我可是重女轻男啊 我就主张女尊男卑 可惜啊 老天爷偏让我生男孩 嗯 真倒霉 唐二婶做梦都想要儿子 听他这么一说气不打一出来 毫不客气把老莫打了出去 别说是老莫就连大女儿招地 也为这个事跟唐二婶吵了一家 他实在无法理解 妈妈为什么对生男孩这么执着 吵架后就来跟男友无宝吐槽 更多后续精彩 请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